大家好我是刚子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香坟县的大邓乡 小邓村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粉丝的家里 我现在在我们这个吉叔叔和王阿姨的家里 你看我们这上面全是横到架子 真的我们现在是什么感觉 就是瓜田里下的一样一种感觉 这个小院的感觉太好了 舒服 你看今天下点小雨 给天气特别的阳爽 咱们香坟这边的羊肉做的比较多一点 羊肉锅子还有羊肉面 你这边最多羊肉比较喜欢 羊肉这边哪做的比较出面 小费固承 固承固承 固承的羊肉火了面 固承的羊肉火了面 就是肥虫的羊锅子 咱们整个羊肉锅子 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羊肉面 尝尝我们香坟粉底的羊肉面是怎么做的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 好开始吧 我们现在开始做羊肉面 这是 这是二丁多羊肉 二丁多的羊肉 让它凉水泡上半个小时吧 这个需要拿凉水把它泡一下 血水泡出来是吧 这是挺新鲜的羊肉 这是咱们集市上来的 这是内蒙羊肉 内蒙的羊肉 时间到了 把这个水倒掉 这羊肉就泡好了 这个是要切成大块 切成大块 这块是羊身上什么部位的肉呢 后腿肉 后腿 后腿肉 瘦 它的瘦肉比较多 羊水 把肉 下上凉水煮肉 八椒 放了三粒八角 再放几片姜 这就行 现在开锅了 开了以后转小火 锅已经开了 把风味去挑一下 对了 转小火 兑上一个半小时 这个黄特别的豪满 我们再炒一个青红椒的鸡蛋 一个半小时了 已经煮好了 磕软了 现在已经软了 磕软了 快的一插就 可以知道鸡蛋好看吗 颜色金黄性了 放这土鸡蛋炒出来的 颜色特别的好看 红 黄 绿 好看吧 好看 好看 这是羊肉好看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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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一看生的状态就 把它切成块儿 先咬的是咱们煮羊肉的汤 再加点开水 开始加点水 把羊肉放去一些 嗯 羊肉入锅 好 我们现在还加油了 到最后煮熟了以后 第二次操作 现在就熟了就可以了 啊 我们碗里加的是玉米淀粉 加点 肥筋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我那会加入葱姜 然后这么一勾茄就可以了啊 也挺简单的 放盐 好 这是咱们这个 羊肉面的这个汤里边 要体现调一下味 放点十三香 十三香 一点味精 放一点味精 咱们这羊肉面 用的葱特别多 葱特别多 葱特别多味 嗯 葱一个是提味 再一个这个葱对原油好 葱和香菜 是咱们这个 羊肉面啊 或者羊汤里边 都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锅开了 就是没下面 我们这个羊肉面的面 也快好了 刚才还是比较细的 现在一下就 看着比较粗了 感觉粗了是吧 这河浪面相对煮的时间 可能要长一点 时间长一点 还硬 嗯 我的面煮好了 煮好了 咬上三分之二就可以 煮好了 先把葱烫一下 现在呢我们的羊肉面 已经上桌了 这个羊肉味儿 特别的鲜香 来上一勺辣椒 这是香盆这边的羊肉和烙面 面呢是非常的白 然后里边放着这个葱花香菜 然后红色的辣椒油 还有我们特别软嫩的羊肉 有鲜蛋又好吃 爽滑均淡 然后再开上这个羊肉 真是特别的香 这个天气吃这个一碗羊肉面 喝个笑容 喝个笑容 这是多少人想羡慕 羡慕过来的 对对对 吃上酷鸡蛋 这个是鸡蛋 嗯 这个是乱买 这个是土鸡蛋 土鸡蛋 嗯 颜色你看 红黄绿 搭配起来特别的好看 鸡蛋吃起来那样 筋筋的 嗯 筋筋的 不是好多 买的那四条鸡蛋 肯定不一样 就是要干凉 你看咱们这个 做法也比较简单 用的调料其实也不多 嗯 这样这个羊肉的 它本身的这个香味啊 鲜味啊就出来了 对对对 不像咱们在外面吃的面 调料味比较重 调料味比较重 吃不到它这个羊肉的 纯羊肉味 就是本香本色 本香本色 虽然咱们今天吃的是羊肉面 但是吃起来口感是非常的清淡 一点没有羊肉那个青山 对 嗯 你去搬哪儿 哈哈哈哈 嗯 一来的就都太好吃了 对 拿着你吃 滑肉 哎 滑就算了 哈哈哈哈 嗯 那碗黑今天那海鲜菊出来 不吃醋吗 嗯 嗯 吃个喝这个汤 香不香 啊 看我这儿又是一碗了啊 这个刚开始看这个没焦辣椒的时候 看着它是比较清淡的一个面食 但是一旦加上辣椒以后 马上变得火红而特别的热烈 嗯 今天特别感谢 咱们王阿姨还记住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 羊肉和捞面的这个做法 操作呢比较简单 相信广大网友呢 在家里边也可以尝试着 来做一下我们这个羊肉和捞面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好吧 再见 我得赶紧再吃一大碗 水开了 我会把西红柿放里面 把西红柿堵烂了 堵成了西红柿汤 然后呢 让老干妈 Oh my god 老干妈 老干妈 跟老干妈在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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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煮完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 先下那个菜包 把那菜煮开了 会放先前收菜吗还 你听我说啊 把那个菜煮开了之后 然后呢 我再放 自己淹了口水 我真的 我特别还吃我自己煮的泡面 煮开了之后 然后我再 放那个干料 最后 放 不是放那个 面呢 面是另外煮的 不是不是不是 最后放酱料 然后再煮面 再煮这么一分钟吧 然后把面放里面 这个顺序是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我是一次一次尝试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 一般就是吃过我煮的这泡面 都说好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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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